林平之晃晃悠悠地走到一家农户 看到院子里养了几只妻 伸手便抓了一只 他突然想起林志南告诫的话语 便向屋内大嫂讨了几个玉米 之后的日子里 他愿了就到处乞讨 困了就找个破庙休息 以后走到了南昌 本想前去投奔南昌的福威标局 却被告知前几天一场大火烧门了 无奈之下 他又走到了长沙 想在这寻求告告条点 当他走到标局大门旁 却发现福威标局四字的牌匾 反挂在大门之上 旁边还挂着一个女人的肚兜 林平之翻墙跳入院内 却发现两名清晨弟子正在屋内 一边炮脚 一边商讨如何瓜分财物 林平之躲在窗下 一只等二人熟睡后 打开窗户 拿走对方盗取的财物 为防止前台性偶 将其捆在身后 打扮成驼背的样子 向城外走去 出城不久 便碰到黑风寨的强盗 林平之被对方一脚踹倒 就在对方举刀要杀了他时 穆高峰突然出现叫他一命 林平之看对方武艺高强 便提出要拜他为师 穆高峰本来不想抵他 在听到林平之说出自己的遭遇后 穆高峰突然改变了族意 收下了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